白衣男被袁警团团包围 慌张的干净把包包藏在身后 双方爆发拉扯 这时他的包包竟然掉出一包白色粉末 眼见露现了还转身想逃跑 袁警马上喷辣椒水压制 只是他竟然来失忆这招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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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哪 袁警可不买单 这名34岁的周姓男子 实在很大胆 29号凌晨趁夜深人少 跑到七张捷运站厕所拉K 神经恍惚在站内逛大街 被账务人员发现 警觉不对劲马上报警 但光是要将他压上警车 就废了好大一番功夫 光是几百公尺的路程 他就软角好几次 以下跨弓箭步 以下往后倒 刺民远警几乎是连拖带拉 才成功将人带上车 公然在捷运站吸毒 根本不把公权力放眼里 这下清醒后 想起自己是谁 人已经在警局了 TVBS新闻陈冠宇 蔡明勋吴亚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